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饥饿的某某人 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做的主题叫饥饿的美国人 Thanksgiving感恩节刚刚过 但是根据统计美国现在高达4400万人 美国只有3亿人口 食物安全取得是有疑虑的 换句话说用总人口来换算 美国是每七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 无法取得足够的食物 那么更不要谈感恩节 大家要来烤火机 美国虽然是全世界GDP第一大经济体 可是它的收入太不平等 这导致了美国出现了一群你很难想象 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 活在一个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的现象 变成饥饿的维尼瑞拉人 饥饿的孟加拉人的现象 而这些人正好就是川普最大的支持者 美国一向被誉为风挠之地 更是浪费食物大户 估计全美每年约有近四成的食物 未售出或从未食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据美国粮食述发布的最新报告 全美国却有超过四千四百万人 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供食用 或无法取得有益健康的饮食 其中更包括一千三百万名儿童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人均GDP排名全球第七 但竟然每七人当中 就有一人面临饥饿 慈善团体政绩美国执行长 说明这窘况 比起四个月前 饥饿的美国人口 又增加了一千多万 阿肯瑟州是全美 面临饥饿比例最高的一周 该州食物银行开发长表示 近来前来求援的民众 大幅增加 如今美国无法取得 充裕食物的人口比例 是2014年以来最高 事实上 美国政府在 粮食补助计划上的开支 持续以等比急速上扬 在2021年疫情高峰期间 更创下史上最高的一千八百二十五亿美元 但自2021年以来 自觉粮食安全非常低的美国人 却还稍微增加了 数据指出 2021年间 美国有1350万个家庭 无法取得足够的食物 比例高达10.2% 我会立即站在二十五亿 在四个小时 我会离开船路 然后在餐厅 然后在餐厅 等待餐厅 给予饭 当你这么饿 要把餐厅拿到餐厅 你饿得很饿 2014年 面包学会的研究指出 美国因饥饿导致的生产力损失 近乎55亿美元 以粮食安全来说 美国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 排名第22 究竟为何这么多美国人面临饥饿呢 food prices soared to record heights in 2022 pressuring households already in a pinch annual food at home prices climbed by 11.4% in 2022 compared to the year prior food inflation as we've seen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gone up driven in large part by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shortages of food supply during the pandemic 专家指出 收入是美国人饥饿的一个主因 issues of affordability and equity are the two driving forc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you can be working yet you still need help and so the wages are not carrying Americans far enough the resources they have are so strained that paying the light bill paying for child care gas to get to work is trading off against food 阿肯斯州十五银行的开发长认为 联邦政府补助减少 可能也使情况恶化 拜登总统在2021年3月 为了对抗新冠疫情 签署了经济激励方案 这项振兴计划当中的 抚养年幼子女特别扣除额 在2021年12月划下据点 立即冲击到许多美国人的荷包 在通膨积升 开销变大的情况下 购买食物造成许多美国人的财务压力 2021年 美国收入最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用在购买食物上的开支 就占了百分之三十点六 相对而言 收入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家庭 仅耗费百分之七点六 以制作蝴蝶领结为生的布鲁斯 感受极为深刻 身心残障或其他弱势族群 往往在食物安全上也最弱势 2021年间 约五分之一的非裔美国家庭 无法取得足够食物 西班牙裔家庭比例为百分之十六点二 都远低于白人家庭百分之七的比例 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的七个人里头 就有一个人 他是属于饥饿的美国人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 第一个就是收入不平等 第二个就是社福支出 美国在COVID期间里头 支出了个非常高的社会服务的支出 而现在债台高筑 赤字创了高峰 所以共和党要砍预算 而国家也不得不再提高债务上限 在这个情况里头 我们来看全球各国债务 占起总GDP的排名 虽然美国是全世界GDP总量的第一名 但是在债务排名里头 美国已经排到了第十一名很高的 占它总GDP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九 中国是百分之七十六.九 最高的是日本占百分之两百六十二 面对这一次2024年美国总共大选 前任最大的一个重要的 就是好几家的民调 都呈现出来从New York Times Siena Siena所做出来的民调 五个关键州 川普都赢了 不论川普说了什么话 我们觉得不对 美国却有很多 对他的话语 感觉有强烈的共鸣感 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除了收入不平等之外 美国内心里头的某些愤怒 他们需要有一个人 帮他们叫喊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来比较 川普第一任竞选之前 跟他现在的谈话 我们必须说 现在的川普并没有经过他一任的总统 显得更加的历练稳重 措辞更加的谨慎 刚好相反 他更加的疯狂 而且整个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大趋势 所有变成美国代理人战争的国家 例如乌克兰 他可能就要面临了困境 因为美国的选举议题里头 明显的是回归他的domestic politics 回归他的国内政治 而这里头国内政治里头 最重要的议题除了堕胎之外 另外一项就是反对移民 川普在一场群众造势大会里头 他怎么骂这些移民呢 他指的这些非法移民里头 他除了说他们是欺骗 偷窃之外 他骂了这些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 还有特别指Muslim 所以他有非常大的宗教上头 挑动宗教的对立的倾向 他骂他们是法西斯 是共产党 是左翼 是暴徒 那当然如果有比较有知识的人 会觉得他讲话很可笑 因为法西斯是极右派 共产党是极左派 这两个完全根本就水火不容的 以前法西斯是专门在抓共产党的 可是川普讲话的对象 跟美国实施民主政治大多数的人 对这些事情是没有足够知识的 他觉得反正他的这些名词不重要 最好就是他讲的通通都是坏蛋 而这些名词是用在谁身上呢 就用在这些非法移民的身上 然后他拿这些名词来痛哄他们的时候 赢到底下非常大的掌声 这不是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 而是21世纪的美利监合众国 还唱不是是犹太人如寄生虫的希特勒 而是美国2024总统大选倒数一年之际 在全美退伍军人杰向群众发表竞选演说 现阶段胜选呼声最高者 可能继2016年后成功二度入主白宫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美国前总统川普 但他说的是谁呢 他说的不是俄罗斯 不是美国眼中钉的中国 而是自己的政治宿敌 川普之所以能在美国政坛崛起 大肆筹划攻击外来者 诸如中东地区占多数人口的穆斯林族群 和试图跨越美墨边境 求庇护的拉美尼尼 始终是他用来巩固基本盘的选战主策略 但这一回却是公然挑衅美国左派对手 将之贬义为需要彻底根除的害虫 川普的口不择别 美国多位顶尖学者高分被跑轰 不满这位几乎笃定代表共和党 三度拼上战袍逐路白宫的准总统提名人 怎能把二战期间欧洲两大独裁者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描述犹太人为非人类的形容词 用在美国国内政治中 认为这位前任元首越发关注内部敌人的政治倾向 选授上极权领导的尊着 你不介意如果我买了 teleprompter,就像你这样子吗 太多更感激烈了 太多更感激烈了 但是,总理的总理 非常强烈,强烈 Victor Orban 有谁来到他吗? 他们认识了他两个星期前 他们说 什么你推荐 President Obama 整个世界似乎似乎是爆炸的 他说很简单 他必须立即选择 对中共正式补兴的 中共 dev za十分构签 中国重大限 中国历暴取华 发布 知道 如何 发布 川普与拜登都不是美国最想要的选择 却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选择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诺扎达11月发表评论与众心肠 哀叹川外两人其实都不够受欢迎 因为数字就是铁证 仅三分之一美国人对拜登有好感 甚至有三分之二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选民 希望提名其他人角逐 且没有特别指名认谁即可 至于川普尽管是以压倒性优势 即将连续第三次代表共和党出征 尽管个人全国支持度暂时领先拜登八个百分点 但百分之三十六对百分之二十八代表的意涵 就是至少目前两人均无法突破五成名义 美国人几乎都同意的一点 两位前后任元首又将重赛着实令人 胜感不快 I hereby pardon Liberty and Bell This is the 76th anniversary of this event And I want you to know I wasn't there in the first one I was too young to make it up That was President Biden poking fun at his own age as he turns 81 today 811岁这天 拜登在白宫赦免感恩节火机自由宇宙 试图调侃自己的高龄参选自于愚人 然而拜登以美国总统大选令来 年是最高者参选的身份 以不是他难以说服选民的最大理由 白宫始终以地缘政治思考以哈战争 无条件相停以色列政府 导致多数美国年轻选民 对民主党政府的做法无法认同 拜登因此大幅失去年轻选票 造就了他与川普之间 选情从互有拉锯到金句的明显落后 NBC最新数字 以哈开战两个月来 拜登丧失了整整15%的年轻选民支持 且已被川普反超前 CN来到川败激战的关键摇摆周密西根 当地知名的韦恩州立大学 听见了年轻学子对拜登总统的失望 这个咖啡店是在Dierborn 这里半个居住人是在阿拉伯的旅程 像阿拉伯和他朋友说 他们在2020年一个总统的支持 现在是在白灯上 而是他们的反抗反抗 I don't think our country should fund that type of reaction Do you feel this way? to an extent yes I feel as though President Biden doesn't value my life as a Muslim American as much as he values other lives Young voters were a giant part of the Biden 2020 coalition and this urban campus tilts deep blue If it's Biden Trump next November you would? I'd go Biden Summer Matkin is just 18 a theater major an e-sports enthusiast an LGBTQ voter who wishes President Biden would yield to someone younger I think that weird generational gap i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very hard for young people So when there's certain things that we want to be heard as young people You know, with not only, you know, the conflict out with Israeli and Palestine people but we also have like student loan forgiveness and all of these different financial problems that aren't being handled when they are very much capable of being handled You know, we had no terror during my administration The only terror we had was Nancy Pelosi who's a crazed lunatic Nobody has any idea where these people are coming from and we know they come from prisons we know they come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Nobody has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we're witnessing right now It is a very sad thing for our country 川普在共和党内民调始终一枝独秀 在关键摇摆周中 五周间领先拜登 卷土重来的川普 不是比上界更有经验 更沉稳的川普 而是更激进 更极端 他甚至发现他越发口不择言的结果 是更大的胜利 更凸显了charisma领袖魅力 近来共和党内已付出声音 希望包括德州州长德桑提斯 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及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在内 其他六位党内总统初选竞争者 能够在近期主动退选 使共和党提早进入二次川败对决的准备 美国人或许该扪心自问的是 美国的民主政治为什么走向了越来越偏激化 甚至许多学者使用了内战 形容川普若再次执政后的美国 一个已经250岁的民主国家 或许该思索为何隐瞎和第三世界相同的 政治疯狂实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认为说这一次的延迟谈判 停火四天将是这一场残忍战争的分水脸部 它只是一个顿号 这个顿号呈现出来的是以色列国内家属 对于纳坦亚和的不满 有些了解以色列跟哈马斯历史的人 就会谈到说 你不能称10月7号叫恐攻 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背景 说这个话的人叫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还就被骂惨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了解以色列和加萨的历史的时刻 你就不会从10月7号作为一个起点来看问题 当然你也不可能只从10月8号做起点来看问题 可是即使从10月7号做半个起点来看问题好了 他后面所杀的人到目前为止第七周已经高达了一万四千个人左右 而目前根据统计还有八千三百个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所关起来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谈hostage人质的话 有八千三百个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拘禁 拘禁里头有三千个人是没有经过法院审判 没有犯任何的罪行什么东西都没有 其中有145名是儿童 这是最新的一个发展 这是妇女阔别整整50天后 惊喜重逢的眼泪 因为所有人以为小女孩早已身亡 Emily Hand 因为她的故事非常奇 她父母Thomas Hand 在1月7日后提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讨论 说他以认为他的妻子死了 以色列公民年仅9岁的爱尔兰裔小女孩 韩德奇迹似的出现在以哈第二波 换球名单中 韩德于10月7号被掳 两天后家属被告知他不幸遇难 父亲受访时尽管身泪俱下 却也说自己如释重负 他以加萨人处境比死亡更悲惨 来回应女儿的殉命其实是祝福 三周后家属又被告知 韩德尚在人世也终于等到团聚时刻 十一月二十五号以哈开战 正式迈入第八周的这一天 国际社会终于看到大量不同于 以往的新闻画面 一度因为加萨物资援助争议 拖延进度的哈马斯 最终一约释放第二批人质 包括韩德在内13名以色列妇孺 和四位泰国农场工人 共计17人于周六晚间 在哈马斯武装分子互送下移交红十字会成员 整个过程相当平和 双方甚至还彼此挥手道别 拍拍肩膀互道珍重 运送人质的红十字会车辆 随后驶入埃及口岸拉法 之后17人全数转交以色列政府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其他军事内阁成员 全程监看 泰国总理赛塔则是在社交平台 X上向人职家属报平安 表示获释的泰国公民身体状况良好 能正常说话和走路 眼下最想做的事就是洗个澡后和家人通话 11月26号凌晨 以色列政府也一约释放了巴勒斯坦人制 一样在红十字会巴士护送下 顺利抵达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社区 这一晚数百名巴勒斯坦人 在街头高呼真主志大 挥舞着分别力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的代表旗帜 选择在这一刻抛下政治旗舰 共同欢迎伙伴回家 在以色列26号释放的39名巴勒斯坦囚犯中 面部烧伤的38岁女球贾比斯 是最受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位 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他 在2015年被指控企图驾驶汽车炸弹冲撞 以军检查哨 以军坚称贾比斯是下车后 试图引爆车上藏好的瓦斯罐 但阿拉伯媒体报道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纯粹是车辆引擎故障导致汽车起火 贾比斯也在事故中严重烧伤脸部 并在2015年稍晚被判入狱11年 被关押8年后 他在去年曾试图向御方申请进行诊型手术 修复烧毁面容 但遭乙方拒绝 如今贾比斯终于在以哈第二轮幻球中重获自由 但以色列政府仍万般阻挠国外媒体 对这位话题人物的拍摄 事实上只要是回到以色列居住地的 霍氏巴勒斯坦人质 都不享有在公开场合庆祝重获自由的权利 Well, Wolf, we weren't allowed to see anything Israeli authorities blocked off roads corralled the media into one location brought the Palestinians in through the back door when they received them and then only allowed family members to come in very limited single file in individual cars an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because unlike the images of celebration which you might have seen from Ramallah and the West Bank here in East Jerusalem Israeli authorities were better able to enforce the diktat of their far-right national security minister who has deemed the prisoners released today as terrorists But not just that He said any Palestinian who celebrates will themselves be charged as terrorists 一度延迟的人质消患 让国际社会忧心这是以哈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 即将濒临瓦解的象征 但在两大调解国埃及及卡达斜下 以哈同意在周日继续释放第三批人质 卡达官员也表态希望争取更长的停火时间 休战中的加萨走廊 能在11月28号休战建门那一天 迎来国际社会期盼的长久停战吗 美军退役上校莱登告诉CNN 千万不要低估纳坦雅胡誓言歼灭哈马斯的决心 以军停战结束后的下一步 应该是积极从或是人质身上挖掘出 哈马斯的地道资讯和分布图 好从中找出破解之道 人质或是或许只是这场战争的战时休止符 写信篇章可能还在后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特别为大家报道 这一次呢以色列攻击的对象里头 他主要的目标居然是医院 因为根据他们的情报 他们认为很多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就藏在医院底下 所以除了攻击最大的医院叫西法医院之外 后来又再攻击另外一家医院叫做印尼 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印尼呢所支持的一家医院 整体而言现在北加萨36家医院 已经没有一家有办法运作 在南加萨的部分呢 有11个医疗设施里头有4家无法运作 加萨的儿童的死亡数字超过了5600人 而且还有1800名儿童被埋在瓦石地底下 当然他已经成了尸体 没200名儿童就有一个人死亡 前一阵子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是 以色列终于同意从西法医院里头 放在保温箱那些早产儿可以移到埃及去 可是呢当他同意的时刻 已经是以色列轰炸了西法医院两次 士兵还进去里头也开了枪 所以整个烟雾弥漫的情况里头 那些早产儿他如果整个呼吸到 还没有发展到很健全的时刻 他就死掉了 所以其中有28名的新生儿 被成功地转到了埃及 但是有5名在转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死掉了 到了埃及当地的这些孩子 他上面都是一个阿拉伯文的数字 没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他的母亲是谁 被发现的时刻 他只能够去到埃及 他一无所有 他只能够抬着宝箱哭着 将来他活下来 谁养他 他去哪里 东通都没有人晓得 到底他活下来是对的 还是错的 他是没有家人的新生儿 而他的父母很可能 早就在这场战争里头死亡了 在他们短短的生命中 这些严重症患的 凌晨的孩子 都变成了一个象征述的 后来被逃避 从北京的东西 被逃避 阿尼斯法医院 在一周 28名的小孩子 现在到埃及 当加萨变成了无辜者的目的 这些小生命能从缝隙逃生 被视为像小草钻出石缝 那样令人欣喜 没有人知道 他们背后真正悲惨的身世 知道了又怎样 谁又能保证看得见明天的朝阳 根据纽约时报核实过的报道 原先一同离开西法医院 总共是33个早产儿 但有5个在疏散前 就因缺乏电力而不幸死亡 其中还有11个婴儿情况危急 正在与严重的病毒感染奋战 全副武装 穿戴着蓝色背心与头盔的 联合国工作人员说 这是一趟极度危险的撤离行动 姑且不论 北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 在已军长时间的包围 轰炸占领下 早已狠视遍野 无异于一个死亡地带 一个个新生儿的生命征兆 也都极其微弱且迅速恶化 虽然靠着以色列军方提供的 足够能力治疗重伤患或复杂手术 北加萨多数医院都已彻底关闭 南部11个医疗设施中 也有4家母法运作 只能提供像是社区诊所的服务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中 加萨儿童死亡人数超过了5600人 等于是每200名儿童中就有一人死亡 还有足够1800名儿童 被深埋在炮火下的废墟中 眼看加萨地区下个月 估计会有数千名妇女即将分娩 其中25%可能早产 15%需要破妇产的协助 当地迫切需要的医疗物资补给 却仍不见踪影 世卫东地中海区域紧急事务主任 不伦难说 自以哈冲突升级以来 遇难者约70%是妇女和儿童 他们早已对加萨地带 发出人道主义警告 特别是大批加萨人 非自愿性离开家园 在户外参丰露宿 平均700人共用一间浴室 150人共用一间厕所 在长期断电缺水下 所引发的呼吸道感染 腹泻等传染病发生率 急剧上升 正是当地处在问题爆发的临界点 它被淘汰了很多军事务 而它发生了各种危险 而这不是只剧疾病或疾病 这突然降落的温度 会发生了状态和孩子的疾病 那些孩子的疾病 那些孩子的疾病 中棚根本無法抵擋 一波波搶降雨 根據世衛組織的數據 以哈戰爭前的加薩地區 五歲以下兒童 平均每月腹泄病例 僅兩千例 但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八號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 加薩便通報超過三萬三千起 腹泄病例 而且超過一半是五歲以下兒童 十七號進入雨季後的最新數據 腹泄人數突破了四萬例 等於是在短短不到十天內 就暴增一萬多起 我們不想吃飯或飲食 我們只想跟兒子保持安全 我們只想保持安全 因為現在沒有人 一名美國醫師投書《時代》雜誌 要大家想像一下加薩人的處境 在某種程度上 人的性命是可以被隨意處置 和動物沒有兩樣 而這一切都被視為發動戰爭 必須付出了代價 當五十三年來 我看到沒有什麼事 和這個狗狗的殺人 我看到在小狗的狗狗 我看到小狗的狗狗 我看到小狗的狗狗 看到小狗的狗狗 我看到小狗狗的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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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小狗的狗狗 就被飢餓籠罩 生命充斥著飛彈的轟炸聲 而不是甜蜜的兒歌 且時刻被迫處於 種族滅絕下的掙扎 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 還有什麼值得期待 一封加薩母親寫給孩子的信 夢想著美好的未來 但眼前衝不破的挑戰 卻讓她滿心歉意 覺得每個希望都何其奢侈 不敢期待 美國自從有了頁眼油漆之後 在中东就没有重大的利益 当时美国开采业游戏一成功 到了2015年的时候 美国Consulting Relations 外交关系协会的主要的一些重要智库学者 就说从此伊朗 伊拉克这些国家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那是中国的事情 这些聪明的金头脑 他们预言了今天2023年 中国必须介入中东的事物 有些人他们因为觉得中国很伟大 美国很糟糕 就会谈到说这一次 以哈战争里头中国是大赢家 世上涉入中东事物 是走钢索的 你要让两个宗派 也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 从11世纪的冲突 一直到21世纪长达1000年 然后双方不会再擦枪走火 这是谈何容易 而中国在中东方面的事物的经验 远远不如美国 美国在里头呢埋藏的各种不同 它的间谍 不同的商业间谍 各种不同的人脉 各种太多类型的 美国现在当然抽身了 因为它不需要这里的石油 而中国现在依赖中东当地的石油 仍然占了53% 它的页岩油气 就是关于天然气的部分呢 占了25%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任何的问题的话 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这一次的2712决议案被认为是 在拜习会里头 两个领导者互有的默契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刻 美国弃权 于是202712的决议案呢 就因为美国没有否决 没有没有动用否决权 它是常任理事国 它可以动用否决权 它没有否决 所以这是第一个联合国 所通过的 对于以哈战争 要求停火 要求人道援助 号称有拘束力 但是当然所谓的拘束力 是很值得上瘸的 中国在这一次是被迫 也不得不介入总统事务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看一下这些 这是以经济合作为主軸的 精尊国家组织 首次就地缘政治问题 所召开的领事崩会 也是今年8月 在约翰领事堡 确定金砖扩容后的 首次领导人会晤 新加入的六个成员国中 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 与阿拉伯联合打工国 都是这场以哈战争的 关联国家 当务之急 一是冲突各方要立即 停火直战 避免更为严重的生灵涂炭 二是要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 安全、畅通 停止强制迁移 断水、断电、断油等 针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持续一个半月的加沙战争 人道悲剧 引导了世人忍耐的体现 习近平在这场视讯峰会上 发表题为推动停火止战 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谈话 也透露北京与这场战争的利益有关 加沙地区的冲突已持续了一个多月 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 并出现扩大外溢趋势 中方深表关切 虽然以哈战争对全球经济 与国际能源价格的冲击有限 但中东原油与天然气 分别占中国进口的53%与25% 若冲突外溢 拉近中东主要油气生产国参战 势必让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 雪上加爽 尽管在这场金砖特别峰会上 习近平只是阐述以哈开战以来 要求停火止战 支持两国方案等一贯的离场 但被外界视为北京转为积极斡旋 并介入这场战争的起手势 事实上 在稍早结束的九亲三喜拜会上 就成讨论当前的架杀情势 美方还要求中方对伊朗发挥影响力 圈告德黑兰及其地区代理人 不要让局势升级 川普的卢子政策 外界虽然无法得知北京是否就职与德康兰建立外交联系 但伊朗外交部已有明确的表态 德康兰不寻求战事扩大的态度明确 但北京也知道 伊朗的地区带领人蠢蠢欲动 增结能在整个加萨的局势 战程S2023876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 请举手 在本月联合国安理会 对轮值主席的中国推动下 15号通过第2712号决议 弃权的请举手 美国与英国都投了弃权票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这项决议要求所有各方遵守国际法 包括国际人道法所承担的业务 特别是保护平民尤其是恶同 并呼吁在整个加萨紧急实施 足够天数长时间的人道主义暂停 这是以哈战争以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首份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而美国终于不再反对投下弃权票 一方面是约束在加萨杀红了眼的以色列 挽回一点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 也对以色列无法配合美国 推动加萨战后指引接管占领加萨的事件 另一方面美国也开始配合中国的外交握旋 安理会本应在更早时候通过一项更加全面有力的决议 尽管如此决议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因为它开启了推动停火的初始步骤 是拯救生命的底线要求 有助于避免更大人道危机和灾难 由于2712号决议具有约束力 这确实给了以色列压力 也加快由卡达为斡旋主力的谈判情绪 让以哈达成了一项人质交换的临时停火系 尽管这项协议脆落且短暂 但缓和了加上的人道主义危机 A high-level delegation of Arab and Muslim ministers is visiting Beijing this week as part of a push for a ceasefire in Gaza Beijing is hosting foreign ministers from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ndonesia, Egypt, Saudi Arabia and Jordan in search of a re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China has expressed its willingness to work with Arab and Islamic countries to end the Israel-Hamas war 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阻止这场悲剧继续蔓延扩大 来自阿拉伯联盟与伊斯兰国家组织 共五国外长组成的代表团 展开对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游说 寻求平息当前以哈战火 与长久解决以巴问题的支持 而他们的首战选择了北京 埃及外长舒克里更直言 希望北京能够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中方高度赞赏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联合特别峰会的和平努力和正义呼声 支持峰会部长级联合后续委员会 发挥更大的作用 代表团将中国作为国际斡旋的第一站 表明对中国的高度信任 印度媒体对中国外交行动的解读 或许忽略了近两周以来 北京在斡旋工作上的努力与职 但这场战争确实让中美 在中东的地缘竞争产生了变化 虽然加沙战争是长期以巴冲突的延续 但导火索恐怕是川普时期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 拜登接续推动了以阿和解进程 特别是敦促以色列与沙奥地阿拉伯建交 这让巴勒斯坦问题被彻底边缘化 但以他战争的爆发 沙奥地暂停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整形化 美国在中东的外交蓝图手挫 更由于力挺以色列的立场 失去了在中东盟友的信任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的国际斡选之旅 首战选择的北京 更是给华府重要的情绪 北京也趁势收割各国的好感 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 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 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 是落实两国方案 停火只占 恶主战争外议 只是北京提出的短暂目标 但又斡旋以巴更长久的和平方案 恐怕非今年促成伊朗与沙奥地握手言和 那么简单 虑尔沙奥地握手言和声音 看中國或不看中國是正確的銷售 我認為其他國家也不確定 中國有能力 銷售大規模的問題 頁岩油氣的成功開採 讓美國成為石油進出口國 擺脫對中東的能源依賴後 撤出了中東戰場 而中國基於對石油的依賴 事實填補了美國離開中東的權力真空 也展現更積極的中東政策 但此時此刻或許更能體會 這是一塊南啃的硬骨頭